NASA官网发出来的有关这一次毅力号的任务 那么看科学家们是如何解释他们发射这个毅力号到火星上是要做哪些科学的研究 它主要是要探测生命 那么预设的一个降落区呢 在远古时代呢是一个湖 所以说要找到这个一些生命的迹象或者说是微生物 那么这个这是现在的观测的图像 那么刚才那个是想象的远古时代的 这个也是用电脑模拟的远古时代的湖泊 所以它在湖泊树降落的话 应该更容易找到一些有微生物存在的证据 那么这是它在上面有很多传感器 还有就是麦克风就可以收声收声音的 这是第一次在这个上面装麦克风 这是直升飞机 这是直升飞机 那这位女科学家呢是行走机构的这个团队的 他们在实验室里模拟火星的这个地形地貌 它最后呢一个环节是要把彩德的样 进行这个 回传 回传到一个卫星 一个观测卫星 再通过这个卫星把它打回地球 这个火星探测是要持续很多年